字幕——YK 因为给你一次机会就是给我自己的交代 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住 你也可以选择退出 你想想看啊 大伙子想想看 40岁那都嫁得出去 谈着脉象这么好 市场前景多光明啊 对不对 宋小宝就是这部剧的主人公 你达达你觉得这长相怎么样 用一句形容词来形容就是生灵涂炭 生灵涂炭 宋小宝也确实有点 宋小宝呢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 你们别看 人家是80后对吧 可是人家长了一颗70后的心和60后的脸呢 尤其是你看这一笑啊 我里马呀 多像奥利奥 现在都太清楚了 别看人家黑啊 没球黑不黑 哎 毅然烧起来 发光发热 给我们温暖 宋小宝 就是这样一个暖男 哎哦耶 你哥别扯了 这这这这这这哪是暖男哪这样事的呢 你告诉我暖男是啥样呢 这怎么不会像刘德华梁朝伟 反正暖男不是像这种的 奥利奥这样事的 来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我跟你讲 没错啊 你说的 什么梁朝伟 什么李敏浩 杜明俊 是吧 以前呢 我也认为啊 只有那种 长腿吼吧 那杜吴教授才配叫暖男 但是你们想想 咱们干嘛崇洋那媚外 对不对 那些人 那是人家韩国图特产 咱们就是产的 那就是这件事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那曹根暖男 所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 哦 你们 认出他来了吧 拼嘴张大铭 老大范蕾 可望里面宋大成 你看他阿姨激动的 你赶紧把那呼叫 进行完整两粒啊 舍下韩服 别演啊